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我是龙高 今天是星期五 先预祝大家这个假日愉快 今天的行情算是一个开低 偏多震荡收高的一个行情 最后虽然只有上涨这40点 说在这13,026点这附近 13,000点关卡附近 但是成交量是怎样 成交量是有一个扩增的一个情况 我们切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这个江坡图 江坡图大家可以看很清楚 成交量是1757亿元 对照这个日K线上面的角度 它算是一个这样连续五根红K线 这成交量在今天终于比昨天大了一点 在这个地方走势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 怎么来看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气氛 到底如何的转变 看一下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叫做雷虎 前天我们跟大家讲 昨天涨停 今天早盘家又继续的攻涨停 好在这一开盘呢 这个动作快的 当然就有买到啊 动作慢的 当然就买不到啊 这当然是这样子 因为这种标股 通常股票股价呢 这个要涨的时候 这涨得非常的凶 好了一样的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东硕跟这个申华科 在昨天东硕是稍微的出现获利卖压 但是今天是相对的强势 那相反的是 申华科昨天也供了一个涨停 今天出现一点这一个活力卖压 但是这个下跌的走势呢 并没有很强劲 那再看加联益是我们的 前天一样跟大家讲的这个股票 昨天再强涨 今天怎样 今天还是这样收高的哦 虽然这个涨幅呢 只有1.1%不是很大 但是呢 对于这一个加联益而言 对于这股市的这个卖动而言 好 同时你应该有感受 应该有感受 台币股市啊 今天这一个开低 基本上呢 这个开盘量没有太多 这追控的意愿没有很强 但是呢 在这盘中 这个地方这样 买气啊 是怪怪的 好 要不是这个香港人生指数呢 墙涨拉高 要不是这个南岸股市呢 在盘中又有转强 台北股市的买气 会不会有人攻上去 会不会有人递增上去 好 那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呢 你看加联益在找盘的时间点 好 就稍微就这样 偏多震荡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行情的 这个表现呢 事实上 对这个强势股 这样子应该算是不错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宏达电跟威胜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 好 宏达电在今天找盘呢 稍微这样 有一些获利卖压 但是呢 这个卖压呢 在这个股市走强的情况之下 也有一些买盘 急速的拉抬 威胜也是一样 好 从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 雷虎 升华科 东硕 到嘉年一 再到什么 宏达电跟威胜 同志们 这几天啊 这礼拜 这礼拜的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从星期二开始 同志们 你有没有感受 感受一下 这市场的气氛 真的有不一样 真的有不一样 而我在前几天 已经跟他讲过了 多头要怎样 竞速的归对啊 对不对 那赚钱要赶快归对了 接下来我们看好的股市是怎样 最少就要涨三个月 这是一个反弹的 以一个反弹的 这样角度来看 我们假设他就只有反弹 好不好 那最少这样 时间波上面就要三个月 三个月 那如果不是反弹呢 不是反弹 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 这就是你这样 一定要买进的这个位置 好不好 好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股票 叫做高利 今天是一个强势的 攻涨停的股票 那这一张股票呢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就知道 这是我们八月份 九月份 线上投资展望的 这一个 这一个内容上面 推荐的股票 线上投资说明会 线上投资展望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推荐的股票 好了 那八月股价就开始定高走高 九月份呢 相对大盘是强势的 那这个大盘杀的时候呢 它有这样 稍微回落 但是呢在这个月底照 这个十月初的时候 又这样 又攻高 创新高 十月份 它比股市再杀的时候呢 它一样创新高之后 有稍微的带下来 但是它还没有创新低 没有创新低 没有破前低 那这股价 在这地方再度的转强 这一档股票 八九九九六的高利 投资朋友 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它是哪一档股票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它为什么上涨 好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呢 我们在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好 那加加减减 这些股票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今天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那代表是今天台北股市呢 你应该要讲 有感受了 整个市场的气氛 已经转变的 非常非常明显了 投资朋友 做多的投资朋友 我知道大家手中 都有讲套牢的股票 我知道这一波 从18619下跌 超过十个月的 这一个跌点 跌时 这个跌幅 这个时间跌太久了 大家一定都讲赔钱 但是投资家 你还是要振作 还是要信心 对股市的投资呢 还是要讲 还是要有这样 展望 要有这样 有信心 好不好 好 那这台股市呢 在这个今天的行情呢 开低震荡收高 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股市上面的卖动 跟股价上面的卖动 好 这礼拜开始怎样 有明显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道雄公益指数 这是S&P500指数 在昨天晚上的美国 公布了这一个 初领旧基金的人数 是21.7万人 是比市场预期的 22万人还少 那这代表是美国的就业 怎样 数据非常的不错 好 那这我们已经跟他讲过了 鲍尔在这个上次 然后在9月份的 这个立地决策会议的 这个会后 记者会 就已经跟他讲了 未来的美国的就业市场 是怎样 持续强劲的 未来的美国的经济 是怎样 持续怎样 平稳走高的 那虽然在这一次的 这一个立地决策会议的内容 包吾就有一点点改口 他认为 美国的就业市场 还是怎样强劲的 但是美国未来的经济 可能会转向为这样 硬着陆 但是我昨天已经跟他讲的很清楚了 这是一个已知的风险 如果是已知的风险 我也请问 也访问了大家 如果你是FED主席 包吾 如果你是FED的官员 那你未来已经知道 是怎样 你已经知道未来 美国经济 可能要怎样 偏向硬着陆的时候 那在这一段时间 你会不会想办法扭转 会不会 会啦 当然会啦 除非你是怎样 中国大陆的间谍 被派驻到美国当FED官员 要让美国经济这样衰退 要不然呢 你当然就要怎样 就要想办法扭转 对不对 我们就讲太远了 开玩笑了 FED的官员都是美国人 不会有中国大陆人 所以这个地方 我刚才讲 这是叫做已知的风险 未来不一定会是风险 请你一定要记得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道琼跟S&P500指数 那就是NASDAQ跟FATX半导体指数 那这四大指数里面 昨天还是科技股的跌幅 相对的比较重 那因为这个地方 当然这样 因为这感觉上就这样 美国FED就不想这样 这个不升息都不行 升息 升升升升升不停 对科技股 当然是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这四大指数里面的科技股 每一次听到升息这两个字 跌点跌幅 都会相对的比道琼工业指数还大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道琼工业指数的走势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地方这是日K线已经跌破了这一条上升趋势线 那如果以这一个飞城半导体指数呢 一样的它是跌破了这条上升趋势线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提早跌破 而且这一条上升趋势线的斜率比较缓 所以呢相对的道琼跟飞城半导体指数 当然是道琼比较强 道琼比较强 而在这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地方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 飞城半导体指数呢 NASDAQ指数呢 S&P500指数呢 都有这样 背离的买讯 这背离的买讯呢 这个股价是有往下带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 我每天都告诉你 这背离的买讯 没有改变 没有被破坏 没有改变 没有被破坏 那这股价往下 稍微的震荡之后再强涨 好这个地方背离背离背离 每天几乎都是在背离往下带 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走势 因为它背离的买讯出现的时间太长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后面这一段强涨 因为这个时间点清洗的筹码 非常的干净 这是稻穷工业指数 同志们啊 你还记不记得这一段时间 大家都很悲观 大家都很这样 很想要离开股市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美国稻穷工业指数 美国四大指数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出现一个背离买讯 而且我直接告诉大家 这是MACD的这个买讯 好那这现阶段的 这个美国的表现呢 我们也不用再多说了 那对于这位阶的角度来看呢 对照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已经落后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以非诚半导体指数呢 相对稻穷工业指数是落势的 但是以非诚半导体指数 目前的位阶来相对台北股市的大盘的位阶 台北股市还是这样落后的 所以讲简单一点 台北股市最近真的是太弱了 太弱了 好那当然了 我们也已经跟他强调 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那这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到底有多厉害 投资朋友 很雪淋淋的 不是雪淋淋的教训 雪淋淋的例子 放在我们面前 南北韩最近的北韩 不停的发射飞弹跟导弹 好那有人说他是在乱乱搞 那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 南韩股市呢 在过去的这几个假日是怎样 收红K的 连续三天都是红K线的 发射飞弹之前是红K线 发射飞弹之后还是红K线 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南韩股市已经连是红 这是南韩股市 这是北韩确定有发射飞弹 确定有发射导弹的 一个对立国家 那我们台海之间呢 除了佩洛西来的那一个军演之外 这个飞弹还是这样 这个感觉上没有感觉的 这种飞弹 飞过台湾上空之外 其他的时间都是用嘴巴讲 都是用嘴巴讲 我们台湾的媒体不停的报道 台海会有战争 台海会有危机 我说过了 这是这个讲了 恶劣一点 这是一个政治的阴谋 好了 这政治阴谋 我们也不多说 但是呢 相对台币股市呢 在这个南韩股市的走势 根本就不会受到北韩 射飞弹 射怎样 导弹的影响 那我们台币股市 为什么要这么的弱 投资们 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千千万万这样 不要再负面 不要再悲观了 来看一下 这是南韩股市今天的江坡图 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早盘也是出现一些震荡 向下 这个时间点是因为 香港人生指数开盘之后 它就一路的往上走高 南韩股市受到带动 台币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也是一样 受到一个明显的带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间点是 9点半之后 往上走高 然后这一个香港人生指数 就是我们在9点半的时候 开盘 一开盘就开始一路的往上冲高 一涨就这样 一涨就是六七百点 一涨这个地方 一涨就是六七百点 台北股市受到激励 油这样 要下跌的这个气氛 这样转成这样 油买盘进场了 好那南韩股市呢 南韩股市呢 我们再看一下 也是一样 9点半哦 你可以看到这边9点 这9点半 9点半 香港人生指数一开盘 往上带之后 那现在就油黑翻红了 台北股市还比南韩股市弱 好那这一段是谁买的 好我会告诉大家 这一段是外资买的 这绝对不会是政府 这绝对不会是政府 因为这是从香港到南韩 再到台北股市 这是外资 这外资的这个杰作 好所以呢 对这个股市上面的卖动 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外资卖啊 卖啊 不停的卖台湾的股票啊 这个汇出的股票 已经超过 汇出的这个金额 已经超过了一兆啊 但是同志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再讲一次哦 香港人生指数 看一下看一下 9点半开盘之后呢 就开始这样 往上走高了 好就开始往上走高了 南韩股市也是一样哦 在9点半左右的时间点 就跟着香港人生指数走高了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哦 这是一个同步拉抬的一个走势 这是一个国际市场的变化 感受一下 投资票感受一下 多头 多头的气氛 有没有 要这样回来了 好要开心一点 要开心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香港人生指数 香港人生指数呢 在这个过去呢 这两年时间点是这样 讲说主要股市里面最弱的一个市场 这弱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中美交易战 中美贸易战之后 那这个 香港受到一些影响 那再受到这习近平 这个弃港 弃港拉伸症的这个影响 好虽然香港呢 香港的这个当然是 就毫无疑问是往下走 那最近的这个股价 线路上面变化了 它在这地方竟然出现一个 头肩底的形态 这地方出现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这是一个小的头肩底 但是这也意味着 香港人生指数在这20大会议之后的走势呢 就是要开始往上走了 就是开始已经落底了 好同时20大20大 中国大陆20大的会议 有很多人都告诉你 完蛋了 未来中国经济挂点了 未来中国经济肯定衰退 投资朋友 很多人都告诉你 台湾的媒体都是这样说 对不对 好那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月11月份的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 主题叫做局势2 好你看看我跟我会员朋友说的 目前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局势 那么就用到第四点 第四点你看一下 我怎么跟我会员说的 美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平稳增长阶段 中国大陆经济未来即便不被看好 政治上的稳定极权 将会有助于经济偏向平稳方向前进 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 再看一下香港人生指数最近的走势 好我还没看到这边上涨 我就已经给我会员朋友的结论就是这样 好一样的事件 每个人分析见解观点 肯定不一样 但是投资人你一定要感受一下 好台湾有很多的媒体叫做唯恐天下不乱 台湾有很多的媒体就每天都想要市占率 点阅率想要怎样 大家关注那个焦点 那这越报越讲越悲观越报越大条 好但是你看你要平心静气想一下 好那正确的分析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的经济未来即便没有被看好 但是因为稳定的集权之下 将会有助于经济偏向平稳方向前进 那你现在看到香港人生指数 我们再切过来给大家看 上海众位指数 你自己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盘 好已经是大涨了72点 涨幅是2.43% 在这个上海众位指数 在20大之后的会议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联市怎么样 大家都在讲20大会议 中国大陆经济完蛋了 前景怎么样又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加强完蛋了 好那已经这样疯狂的 这样清零清到这样 连新疆的牛跟马都这样 要戴口罩 不是马 牛跟羊都要戴口罩 连车子也要这样 做一下这个核酸检测 你不觉得是怪吗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物极必反 什么叫做物极必反 你思考一下好不好 好那已经这件事情 清零的政策 已经这样走到极致了 连汽车板金都要拿来 怎样检测 你就可以知道 那未来会怎样 未来只会更好了 对不对 因为再坏也不会 把这个汽车板金拿去做 核酸检测这件事情还扯吧 所以对于这一个 这个市场上面的演变 这对市场上面的气氛的演变 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 真的是有改变 真的是有改变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这个中国大陆 美国之间台湾是站在美国的这一方 因为我们是怎样 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怎样 资本主义的社会 所以我们当然是站在这一边 但是站在这一边 好那我们的订单肯定就要怎样 就要减少 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 再烂再烂 它也有十几亿的人口的市场 美国再强再强也就这样 四亿的人口 那四亿的人口呢 有很多人都是怎样 穷的 好那这加加减减的 这小康以上的大约两亿人 好那这两亿的 这个美国人的需求呢 跟中国大陆14亿的人口的需求 那肯定不一样 那中国大陆呢 当然也不是十几亿人 都是有钱人 但是呢 中国大陆在这个沿海 这个从这个北京开始划一条线 划到这个广东这里 好随便划 右边靠海这一边 加加减减也有好几亿人 最少也有三四亿 所以呢 这个有钱人的这个比较 这个市场呢 还是有差 那台湾政府呢 选边站 选择对美国这一边 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无可厚非 但是 这个地方当然这样 美国要让利啊 要给一些利益啊 最近呢 我们的这个经济部长说 这个他很认真啊 怎么样 那我们都不说 那现在新闻信息 平面媒体说 他说台美贸易倡议 11月8号纽约首唐 感觉上就厉害了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内容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谈判的这一个 不要讲谈判了 这个首唐 讲谈判就怪怪的 好像比较严重 这个两双方 双方唐的这内容 有11个项意 这个议题 那其中呢 这个贸易便捷化 这个中小企业 跟这个访摊乌汉 良好法规实务 这四项是怎样 优先谈判 好 那这是优先 这优先 这四项听起来就 就怪怪的 对不对 好 那我还是跟他讲 那这我们政府呢 这个财经官员 这基本上呢 这个感觉上 好像就经济部长 这个王美花 做比较多事情 那剩下的 剩下的就怪怪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还是跟他讲 好 经济部长 如果我们政府 真的确定 站在美国的这一边 就请赶快进展到 台美FTA的 自由贸易协定的 这个这样 谈判 赶快进展啊 赶快进展啊 好 人家南韩都跟美国 签订FTA了 那签订FTA的时间 是怎样 南韩选边站 是怎样 亲中的时间 南韩的当时的总统 是亲中的时候 美国就去跟南韩 亲FTA 那我们现在政府 是亲美 结果没有办法 跟美国签FTA 那这真的是很奇怪 真的是很奇妙 好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呼吁 我们的财经官员 这动作要快 这动作要快 对经济这件事情 对经济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好 那中国道路市场 我们肯定会有一些 怎样 丢单嘛 丢单 这丢单呢 这丢的就有点过活了 现在这新闻媒体 就直接爆震撼 一龙店怎样 赔钱解约经营厂 这听起来就怎样 就是震撼 就是震撼了 宁愿赔钱 也要解约 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呢 这是商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是亏本的事情 亏钱 亏本的 基本老板呢 这个都不会这样子做 但是 如果真的会做的时候呢 就表示这件事情 是很严重的时候 好 那这个地方 另外一边就爆什么 IC设计啊 恐暴这个中止合约草 好 这两个新闻呢 加起来呢 就听起来就是这样 就非常非常的这样 错乱 好 那我会告诉大家 第一个 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了 已经跌很久了 也跌了一大段了 第二个 老板都是聪明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老板绝对不会做一个这样 亏本的事情 老板都是想要赚钱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一旦解约 那当然是公司 对公司是不利啊 但是 老板要想方设法 或者去改产品内容啊 就像联发科啊 在中国大陆市场 除了手机晶片之外 他当然还是转型啊 转型到家电晶片 转型到网通晶片 转型什么什么 电视晶片 全部都有啊 所以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请你请你一下记得 第一个股价已经跌很久 已经跌很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一龙店 2458的这一龙店呢 这走势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160块是今年的这个高点 开始往下杀杀杀到75块 这是一个不像化的一个走势 这是一个有过怎样 有过想要揍人的走势 这个加加减减已经跌超过了怎样 百分之五十 然后从这个地方要涨回去 原本的位置要涨超过一倍 跌百分之五十 怎样很简单 要涨一倍呢 好困难哦 涨一倍就比较困难哦 所以对这个市场呢 这个基本上我们再跟大家讲 这是一件事情怎样已经跌 已经先跌了 现在才告诉你 但是同志们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当老板做这件事情之后 老板肯定还是会有怎样 做另外一件有利的事吧 像有人说上帝说 光的这一上穿 还会开另外一上穿 好所以呢 在这个形式作为上面呢 这是一个一体两面 一体两面 希望这个投资朋友 不要过度的悲观的解读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支股票叫台华投控 那这支股票呢 在今天是强势攻涨停的 这是一个低档期转强的一个走势 非常非常厉害的航运股 台华投控 在今天强势攻了涨停 他前三季赚了这17.15元 赚了很多 那净值呢 68.6元 以今天股价的缩盘价 涨停66.7元来讲 还是怎样 比较低哦 所以股价禁止比算低的 那这样子的股票 这样的强势的股票 你会不会买 你想不想买 你会说 老师我手中已经有长龙海运了 跌到快哭了 我手中已经有万海海运 已经跌到 要怎样 已经跟家里吵架了 我手中已经有阳明海运 已经爆一堆了 还要买这个台华投控吗 投资朋友 基本上呢 就你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是一个低档区开始转强的一个股票 那对这个高端疫苗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低档区开始转强的一个股票 那今天政府呢 再度给他EUA通过 对不对 那这支股票呢 这是一个强势的股票 好那这支股票叫长元科 那这是一个林酸李铁电池的一间公司 那这股价呢 就相对的台华投控 相对的这一个 这一个高端疫苗 强势 好那这三档股票 投资朋友 请问你要买要买谁 买低档转强的台华投控 买高端疫苗 还是买这一个强势的长元科 好长元科这档股票呢 那这间公司呢 透过了这个美国合作的厂商呢 打入了这个台积电的一个UPS的这个供应链 好那这讲简单一点呢 这个它是一个生产线上面的一个供应链 这个合作厂商 这是台积电的合作厂商之一 但是以这个自发的这个这个产品来看 大部分都被归类为所谓的这个电动车电池这一块 好那这个地方的长元科的股价 这基本上呢 我还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喜欢的话 好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过去的成交量比较少 好那会有一些流动性的风险 好所以呢 在操作教育上面呢 你自己要稍微的留意 好这过去呢 曾经会这个量缩 缩到没有人要买了 这个你可以看很清楚 这个地方是这个 成交量 这个张数非常的少 好这边都是八十几张啊 六十张啊 四十四张啊 六十三啊 三十三啊 三十一 好这地方都是这样 都是这个一百张以下 所以呢 它的成交量呢 有时候会缩得非常的小 所以你在交易上面 要留意这个流动性风险 好那不用买太多 好那所以呢 在这个交易上面呢 这三档股票 在讲是台湾投扣 你手中已经有航运股 对不对 要不要买 自己留意一下 自己看一下 好高端疫苗 这是也是低档区 开始这样转强的 这个最近的这个新闻 这个政治新闻 不断的攻击 对不对 那最后政府还是再度给它EUA 这个股票你要不要买 另外一支股票 这个台积电 这个相关的产业的这个供应链之一 特别讲 长元科 又跟电动车 这个电池有关 这三档 这三档 在今天这个强势的股票上面呢 我们推荐给大家 那你自己要买 你就自己选择了 好不好 好那我们继续开始 这支股票叫做茂莲KY 一样是电动车供应链的这个股票 跟TESLA有这个 集聚相关的一档股票 那这间公司呢 在11月10号呢 要举行一个线上的这一个说明会 那他对财务报表会说一些说明 那这股价呢 在这个股价陷入上面 最近的两个月呢 也是跟着大盘是这样 持续的往下跌 对不对 杀杀杀杀杀 345呢 是一口气的杀到200这个多块 那这个时间点呢 这当然是这样 这台北股市的不正常的走势啊 那现在这个地方要开始走强了 请问你手中如果有茂莲KY 你舍不得卖 还是舍得卖 你想不想要换股操作 如果要换股的话呢 要换怎样的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就来问了 我们LINE8在我的手下方 QR Code在我的手下方 对于你手中有茂莲KY的投资朋友 我再讲一次 这一档股票跟TESLA集聚相关 它是电动车概念股 那这股价呢 杀杀到这地方 如果你想要换股投资 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请问你 知道要换谁吗 你想知道的就来询问 就来询问 另外一个这地方 可不可以怎样 加码买进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一样的 想要知道就来询问 手下方就有QR Code 你随时都可以扫描了 好不好 好 那这是这个茂莲KY 我们就讲到这地方 那再来是台币股市大盘 这周K线 这周K线 今天是怎样 上涨 造成了今天台币股市 是说了一个这样 红K线 周K线也是一个红K线 成家量在日K线上面 是比昨天稍微增加了一点 但是以周K线上面 角度是怎样 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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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连续两周减少 这是一个量缩缩 缩红K线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过 这是一条下降压力线 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原本预期 它就有机会会突破 但是因为行情是下跌的 那在这礼拜就开始突破 那在这个礼拜 还好 有没有 后面这几天都走强 那这个礼拜 最后是说一个红K线 所以多方动人 在周K线上面是怎样 开始转强的 我昨天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周K线代表是什么意义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那我就不用再多做解释了 好 那对大盘的行情上面的表现呢 你可以可想而知 气氛已经开始改变了 投资气氛呢 开始要往好的地方 怎样发展的 这地方 你还有现金加码的投资朋友 你就自己要怎样 想办法了 这地方 如果你想要怎样 跳进来 再怎样 在股市里面 赚一波的投资朋友 一样的 脚步要更快一点 好不好 好 最后再跟大家讲台积电 台积电呢 在这地方是一条下降压力线 相对大盘而言 它并然没有突破 这条下降压力线 对于它短线上面的走势呢 一样告诉大家 那所中的股票就续报 接近400块的这个看法并没有改变 那股价如果有突破407块 这底部呢 就会确定 那股价如果所稳在390块之上 它就会往多方前进 这个看法都没有改变 好不好 好 今天是星期五 大家开心一下 那我们祝大家假日愉快 财经乌成人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我是恒高 希望投资朋友认同我的理念 请你帮我按赞 请你帮我订阅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